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惊悚恐怖电影《下课》 影片的刚开始讲述的是在一个小镇上的中学里 有一个非常敬业的老师 这也就是高大帅气的男主 学生中有一个女孩暗恋他 男主是负责学校国际象棋俱乐部的 他也刚刚当上了爸爸 也正准备申请一个学校的教授 如果成功了的话 也可算是双喜临门了 这个时候男主的班里转来了一个人 这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 他的名字叫小冬 小冬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可是他学习很努力 刚进了这个班级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快他就融入了新环境 他和暗恋男主的女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他上课听讲十分认真 对那些上课说悄悄话的同学很反感 甚至威胁他们 小冬还参加了男主举办的国际象棋俱乐部 虽然他赢得了比赛 可是男主并没有让他作为参加正规比赛的人 这下子可让小冬记恨上了 他直接在化学课上做了手脚 直接让准备参加比赛的第一个选手受伤了 而化学老师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解雇了 男主感觉这件事情肯定有古怪 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他根本无法想象 男主在一次作文测试上直接给了小冬很高的成绩 小冬的分数已经是全班最高的了 可是小冬很不满意 他直接就当面质问男主为什么他的不是满分 男主对于小冬这一行为很气愤 因为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学生 小冬更加怨恨男主了 男主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车胎漏气了 没有办法只能骑自行车去学校 到了学校之后他向学生宣布自己要去大学任教了 暗恋他的那个女孩非常的失望 男主在黑板上写字 没想到竟然写不下 中午吃饭的时候自己带的午餐竟然失踪了 所以只能去餐厅吃饭 男主向学校递交了自己的求职申请 而小冬让女孩去接近男主 女孩子直接向男主表白了 而男主也是有妻子的人 所以就拒绝了 男主发现自己的求职申请被退回来了 他看过之后 原来上面的内容被修改过了 男主怀疑是小冬做的 于是下课后就让小冬留下来 找小冬谈了很久 小冬并没有承认这些是他做的 只是对男主说 如果不给我满分 你等着吧 而男主感觉自己身为老师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赶紧去找校长 然后找小冬的爸爸讲道理 可是男主还没有给小冬的爸爸说话 直接就被轰了出来 男主找到了小冬以前的老师 老师向男主解释说 以前小冬为了得到满分 竟然是直接伤害过老师 他是为了一个得到满分不择手段的人 他直接雇人设了一个局 抓住了老师的把柄 老师无奈之下 只能给了他满分 而之后老师也干不下去了 干脆辞职了事 原来小冬是一个心里有问题的学生 他为了得到某样东西不择手段 男主在期中考试的时候想了半天 最终给小冬最低分 这一下子可让小冬崩溃了 直接就开始了疯狂报复的模式 小冬上课的时候都没有来 男主看到小冬没有来 心里十分忐忑 小冬直接让女孩去找男主 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男主肯定拒绝了 小冬看到男主不上当 直接骗女孩写下情书 女孩写完情书之后 直接被小冬推下了楼 师生之间一般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男主的事情一下子轰动了全校 他就被迫停职了 而小冬直接跑到校长警察面前 获取了他们的同情 男主则声名狼藉 还被自己的老婆赶了出来 男主决定不放弃 不能够向自己的学生低头 他直接开始和小冬对了起来 男主直接跑到了小冬的家里 不顾小冬爸爸的阻拦 直接进入了小冬的卧室 找到了摄像机 里面的影像算是重要的证据 其实小冬的爸爸很了解自己的儿子 他知道儿子做了什么 也知道自己儿子心里有问题 男主直接把拍摄的影像 交给了学校和警察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小冬竟然还在狡辩 学校直接把小冬开除了 小冬回到家里看到自己父亲因为内疚 竟然也服药自尽了 小冬感觉整个世界都黑暗了 他从小就失去了妈妈 只有父亲一直陪伴着他 可现在父亲也没了 而自己的前途也被男主给毁了 他决定报复男主 他直接把男主的妻子杀死了 还把男主的孩子给抱走了 男主通过棋盘上的棋子 在学校的教室里找到了小冬 两个人在教室里进行了最终对决 小冬在讲台上乱讲了一通 而男主在下面静静的待着 就这样看着他表演 就在小冬正准备对男主的孩子下手的时候 男主突然爆发了 直接就冲了上去 一下子把小冬摁在了墙上 男主肯定觉得这个孩子坏透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竟然这样伤害别人 还导致自己一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两个人开始了搏斗 男主终究是成年人 他慢慢占据了上风 而这个时候警察也冲了进来 直接把小冬给带走了 而男主也救回了自己的孩子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多样的 分数并不能够说明一切 所以我们要注意全面发展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